我之前以为从Newark回来到费城也要两个小时的时间 但只用一小时真的无臭 这火车站跟费城也没有什么不同啊 美国的这种火车站不是像什么纽约Pan Station那种大站都差不多 今儿到我回费城是推我那个房子去 因为上次走的时候没到退房那个日期 然后当时有一个文件没签好 然后今天都签好了 我就今天回去弄就行了 现在我在的是NewarkPan Station 咱们坐火车回费城 然后纽约有一个Pan Station 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个车站坐车 我之前也没来过 我之前以为从Newark回来到费城也要两个小时的时间 但只用一个小时真的不错 我一会是晚上订了五点半的车 然后六点钟回去 行我现在先往公寓走了 先把房退了 然后泰勒他妈走之前还给我 我每次说他妈的时候都像是脏话 但这是他的他的妈妈的意思啊 泰勒他妈呢给了我一个清洁剂 让我回去可以把浴缸再好好刷一下 我回去再刷一下浴缸吧 我那个浴缸有一次我在浴缸里洗自行车来的 你知道吗 自行车那链条那机油 全都好像已经渗进去了 就在那个底下已经洗不干净了 所以我对浴缸已经都放弃了 我觉得浴缸就是基本是黑的 你知道吗 一会回家可以跟大家看一下 我今天就带着他妈的这清洁剂 再回家洗一下浴缸 看看效果 今儿唯一的好处就是今儿阴天 哎挺凉快的 不过现在好像也九月份了 也坏秋天了 也不会那么热了 但我这人呢 短裤一般是能穿到十一二月的 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我比较怕热 我一点都不怕冷 行了 咱们往公寓走 哎呀 又回来了 我先去刷一下浴缸 今儿来还有个事儿 这不是路由器吗 是租的 所以我得把这个带到我的新家去 这个和这个拆下来带走 看这是他妈妈给我准备的这个浴缸清洁液 给大家看我这浴缸呢 底下就变成黑的了 尽告大家啊 不要在自己家浴缸里洗自行车啊 会把自己浴缸洗成这样 钥匙现在已经还完了 然后Verizon呢 我那个路由器啊 它把就是return box 就是我用它的给我的那个箱子 把这个路由器还给它 它return box给我寄到这个家了 它为什么给我寄新家呢 然后我现在 因为我今天下午就走了 我现在去趟Fedex 去给它打印一个shipping label 然后把钱交了 到时候我这个盒子到这个公寓之后 他们再帮我寄过去 这我明显要搬家要装网 要在新的家装网 那你把这盒子给我寄到新家去呀 你给我寄到旧家干嘛呀 在大家看看我家附近的街道 短时间内也不会回来了 这Drag South建了一个室内的运动厂 这是他们打沙滩排球的地方 之前我有朋友住这栋楼 然后那栋楼这底下那个block 那天早上发生枪击来着 他跟我说枪把它吵醒了 太恐怖了 这是Drag South的一个宿舍楼 我是五点半的车 那我现在就去邮局给他弄个shipping label 弄完shipping label 去再去宾大转一圈 我连毕业照什么都没拍 就我对那些东西好像不是很感兴趣 因为我们也没有毕业典礼 我也没买毕业服 我自己去宾大那儿录个vlog 就当我毕业了好吧 在宾大的那个石碑那块 我自己给自己录段像 就毕业了 有视频何必要拍照片呢 对不对 这是我经常去的711 跟711对面的chipollet 距离我火车回Jersey City还有三个小时 干这两件事应该绰绰有余 溜溜答答的 这是我偶尔去的vava 那是我经常滑滑满去的一个超市 my grocery 费城知道我要离开它了 非常伤心 下起了雨 我也会想你的 费城 你也是我生活过两年的城市 费城 不爱你 这雨下着下着还下起来了你别说 但含号也不是很大的 然后我也比较喜欢淋雨 我搞了半天才把这shipping label搞好 我说美国这好多服务业真的是逗 非让我自己搞 然后自己搞吧 它整个Findex那网站吧 又弄的不是很清楚你知道吗 很多它都不给你显示 你还在那边猜 哎 然后我又查这又查那又问他又问他的 才把这搞定啊 现在我回公寓 把我的shipping label 交给前潭 公寓的事已经都搞定了 这我住了两年的公寓 要和他say good bye了 bye love you 之前住这的时候一直没给大家看过这栋楼的全景 现在走了可以来看了 这种公寓还是非常好的 如果你们要来费城住的话我推荐你们住这 bye 好了现在和我这个公寓正式告别了啊 咱们去宾大去宾大那个校园的那个牌子那块 录段视频 当做我的毕业照啊 好吧 再带着大家走一遍 我上学的路 怀念一下 学生时代 我已经不是一个学生了 我已经是一个社会人了 说怀念学生嘛 也不是太怀念 主要是因为我对教育方法的看法 这个在之前的那个 过去现在未来的视频里跟大家说过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那些事 我还什么东西都没吃呢 现在已经三点多了 离火车发车还有两个小时 那我就再去喝杯奶茶吧 就当我的早饭跟中饭了哈 早饭和中饭两杯奶茶 热量和糖分也不是很过分好吧 嗯 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完了 这是排队的人巨多 排奶茶的人实在太多了 我就不满 我是个特别特别讨厌排队的人 就我为了不排队可以放弃 比如说我去一商场可以放弃整家商场最好吃的餐馆 我也不愿意排队 就我可以吃一个中等 中等中等的或者低端的 如果中等的也要排队的话 我不可能排队的 除了必要的时候排队当然 of course 但是我的说就是比如说像这种买东西啊 如果这家店排队啊 不管你有多少吃我就不吃了 我是这么一个人 恭喜小刀刀从宾大毕业 其实宾大这条路也带大家都来过啊 之前也有一期宾大的vlog 所以就不太跟大家细数了啊 现在呢咱们就去这个图书馆前方啊 看一下本杰明富兰克林老爷爷 咱们今天的宾大这个告别之行就结束了 我就往火车站走了 最后在火车站等个三四十分钟 我就上车回Jergy City了 嗯 就是这么个计划啊 宾大按理说已经开学了 但是校园里并没有人啊 那应该是都在家上网课呢 这边都给大家介绍过了 这边宾大的工程学院 建筑设计图书馆 再带大家啊 最后走一次宾大的这个校园 所谓正式的校园 图书馆后的这些啊 就已经算很宾大宾大的东西了 其实宾大就待了两年 跟宾大也没有什么特别深厚的感情 跟凯基差的很远 凯基待了四年半呢 我现在反正 只要一回 CMU 就那种亲切熟悉的感觉 扑面而来 其实宾大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就在这学习了两年 拿了个机器人硕士 那仅此而已 我也没有特别强的归属感 但CMU我也有特别特别强的归属感 这宾大的图书馆 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 本杰明富兰克林老爷呀 老哥 我毕业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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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呢 我就在这坐一会儿 休息一会儿 就回火车站灯火车了 这雨吧 要下没下 巨潮现在 哇 空气里全是水 我一身汗 在费城 以及宾大这两年的学习生活 就结束了 开启人生的新篇章了 没什么好感伤的 对吧 人总是要向前的 别说了好吧 给你们看看宾大学生最有力的证明 好吧 宾大无限网 现在回来还能连上 尊贵的象征 nice 宾大还是没有忘了我 还没有把我注销 我还是能连上 都味着会更多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